可以严肃一点 你现在开始严肃一点跟我们说 我现在挺严肃的 我是可以严肃的 我其实觉得你表演很差 刚刚 你还没有看我表演 你怎么知道 那我就坐这吧 老师好 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喝水吗 有的吧 既然是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我想送大家一个见面礼吧 我想问大家三个问题 非常简单 只有两个答案 yes 跟low 如果我问的问题是yes 大家请站起来 如果觉得low 假的 不是这样的 可以坐着 OK 好的 第一个问题是 我刚刚收到大家的表格 都填得很好 到底你们填的东西是真的吗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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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会假的 应该是真的吧 你考虑了我就是 因为我忘记我刚刚填什么了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你是 王林 对 老师好 体重你没填 你说我没量过 对 对 对 我不量体重 因为我无法面对自己的体重 太重我就觉得不好 太轻 我又想吃 所以我不量 为什么要量体重 看到自己的体重 多恐怖 多容易焦虑 让那个反反复复何必要 面对这样的现实呢 你这个人是喜欢躲啊 第二个问题了啊 你认为 自己是一个演员吗 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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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 是 我不是 你不是 我是歌手老师 那你来干嘛 我来 学习 来学习 学习完了又回去当歌手 拍戏了 那也不一定 我知道你就叫拍花 环花是吧 环花 很有名啊 嗯 对的 好 待会问你啊 好 好 那请你们先坐下吧 好 睡一会我带了个床 万一要紧张的昏过去 就可以睡一会 然后把它摊开了 我帮你了 是 我有力气的 你还真的带了个床啊 对啊 解决你带了 是不是谁 要是想躺下 他有个床 我带了个床 如果有人要睡午 这样可以过来睡午觉 好好了 好溜好溜 现在最好有人能睡得着 万一紧张的昏过去了 就直接称吧 嗯 上班也很辛苦的 人家上班都是有床的 是的 哎 哎 怎么回事 对了 这样就对了 嗯 好 接下来将参加面试的是黄铃 好 来了 你好 老师好 黄铃姐姐好 我是黄铃 我的英文名字叫 Yellow Zero 然后我是一个歌手 但是呢 我有17年的戏林 不过我一直没有一个 代表角色 但是在今年 我拥有了一个 我觉得还蛮拿得出手的一个 代表的小角色 就是王家卫导演拍的电视剧 《繁花》里面 第二集里面的金凤凰 呃 我要说什么 啊 等一下 还可爱 然后呢 我一直觉得 我是喜欢表演的 也是一个可造之才 需要了解详细的情况 请看大屏幕 这次 我一定不让他 逃出我的手掌心 而且 我要化妆成 我最美丽的样子 斯特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介绍完毕 既然你《繁花》已经那么受欢迎了 你还来这里干什么呢 没有 我在《繁花》里面演的也是小角色 但是我觉得可以演 有这样的演出机会 已经就很幸福了 当时 家卫导演叫我面试 我觉得让我去面试 我就很幸福了 面不上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可以 跟他的团队接触一下 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好好奇 你是怎么被选上的 同一个问题 我也是 怎么面上王家卫老师的戏的 当时我面的那个角色 其实不是金凤凰 是另外一个角色 叫明明 是一个酒店的一个服务员 可能家卫导演看出来 我身上有这种 金凤凰身上倾家荡产的气质 金凤凰那个角色 你NG了几次 可能就蛮多次的 我也数不清楚了 反正 总共拍了几天 那个戏 我一天拍完了 王家卫导演给我的戏份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的戏可能要拍很多遍 很多年 可能拍了之后也不一定用 然后当时我一开始 还演明明那个角色的时候 就一天拍完了 没有想到 过了一年半之后 我又接到了剧组的电话 他说 你再来演吧 当我再去的时候 我已经变成金凤凰这个角色了 因为明明已经被 另外一位演员取代了 那你之前那个 演完了那个 是导演觉得演得不好 还是什么 没有 其实还可以的 是他说本来后面还要拍 但是一直因为党期的关系 然后就错过了 就再也没有接到剧组的电话 我以为他就是不要我了 那你是出名古灵精怪的 是吧 他跟我在一个节目里面 他很嗲的 但是我看你进来 好像大家不认识的样子 是那个时候 同一届人是不认识 还是不熟 确实不能 不敢说很熟 我跟宁静姐姐 后来又录了一个音乐的综艺 那么长时间 我们都没有一个微信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宁静姐姐 她是一个很酷的女生 然后我觉得她也不缺我 这样一个朋友 虽然我很欣赏她 你是这样认为的 对 就是我不想去打扰你 我觉得有缘分 还是会 你看再见 我们内地有很多的演员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不加我微信 我绝不加你微信 就不打扰你 就我觉得她可能是这样想的 有时候微信反而觉得 中秋节什么过年的 最麻烦对我来说 就不一定要加个微信才是 一定是朋友 因为我跟宁静姐姐没有微信 我想看一下 通过这个节目 我是不是还跟她没有微信 你觉得你能演哪一类的角色 我们最后要安排给你的 老师我觉得我的声音的可塑性 还可以的 我平时会自己玩一些配音什么的 我可以给老师们展示一下 可以 啊 娘子 娘子 这个经国的威力太大 你奈何不了她的 是我来迟了 我害了你 要死 就让我们夫妻死在一起吧 放开 快放了我娘子 放了我娘子 姐姐 你为什么不听我劝告 我劝你不要回来 你偏要回来 你看现在这样 我们该怎么待 小青 大海都已经来了 你还是赶快逃命吧 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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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哈哈哈哈哈哈哈 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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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是什么 但我要记住 十里套的衣服 都放在后面的衣柜里 其他的事 如果你还不清楚 就去问姐姐 记下了 记下了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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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对不起 好厉害好厉害 这是我自己 下准备一个小小的 我知道韩雪老师也配过 我之前上王牌 确实配过这一段 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 怎么这段那么好笑 对 《黄霖》确实也是 有声音天赋的 而且我觉得歌手配音 会用不同的腔体加气息 妖子 快一点 姐姐 所以她会有这种技巧 我觉得你是一个 可以百变的一个演员 我们看就是演金富王 又是另外一个反差很大的角色 就风琴万种 然后怎么样 你也演得非常到位 我觉得你是一个可造之才 那很不容易啊 一个人连那个没话说的 你都把它配出来 实在你很熟悉这个戏 所以你才可以把它拿捏得那么好 可能你现在需要更加加强的 会不会就是你的 你的身体 你的 你的脸 你的表情方面的 这方面的加强呢 嗯 你的普通话不好 我普 对 对 对你是 你前后鼻音不分 这个是蛮重要的 其实刚才搞笑版的 无所谓啊 因为你声音条件特别好 因为我也听过你唱歌 然后你的声音表现力也特别好 但是 我认为我的 我认为我的普通话也是可以标准的 但是我想在第一次跟老师们见面的时候 还是尽量让自己放松一点 让你们就是看到真实的我 对 最重要的问题啊 王林不好意思 你来干嘛的 本来是想 你当配音员吗 我可以介绍你当配音员 对啊 我也可以啊 我一直觉得你是非常好的一个喜剧演员 他就是这样可爱的 那你永远都是一辈子用这个半调的声音来 来生活 来 在生活里面也是这样的嘛 但是我在生活里讲话 就是我是有不同面的 可以严肃一点 现在开始严肃一点跟我们说 我现在挺严肃的 我是可以严肃的 你为什么觉得那么好笑啊 我们挑战他一下吧 我们每个人给个问题挑战他一下 好 我其实觉得你表演很差啊 刚刚 你还没有看我表演 你怎么知道 你觉得李适可演一个 比较成熟的厉害子吗 我觉得我有无限可能 虽然不一定完美 但是我可以试一下 要不然你出一题让我试一下 我觉得你很轻挑真奇怪 我觉得你这样判断一个人 你也蛮轻挑的 我是非常主观一个人了 我看你这样 我就看你就是不顺眼 那是你的问题 停 对不起 对不起 他完全没问题的 我觉得你挺丰富的 就是在你身上可以发掘很多东西 好 那各位导师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考虑一下 要不要给出红卡 算了吧 他就当队长了 我要当队长 不要当队长了 当队长更烦了 让他专心表演吧 不要害人 不要害你的队员 队长我确实不合适 好 希望这两三个月好好考验你 能够看你有多少面不同的脸 加油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太好了 哇 这是有无限的可能性 很点